狼妄鸡没有走成,那人睡得倒是挺香的,可是一只手却死死地揪着狼妄鸡的一片音响,怎样也不肯松开。 这一边掰开,那一边又转上,总之就是长歌没完,真是要命,狼妄鸡恨不得拍开她的手,丢下人不管了,可是五星级酒店里谁能保证没有捕猎的Alfer呢? 只好重新地将人扶着坐起,黏黏呼呼地带去前台,只好重新将人扶着坐起,黏黏呼呼地带去前台,一只手搂人靠在了台子上,另一只手掏身份证,掏钱,办理入住手续,狼妄鸡的尴尬不止一点半点。 前台小姐姐倒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,并没过多打听两个人的关系,被搂着的人,固然看起来神志不清,迷迷糊糊的,而搂着人的这位,天生一股肃然高洁,凛然不可侵犯之态,任谁也不可能将她往一些不雅的事情上面想着,应该是情侣吧。 毕竟长得这样高大帅气,又冷清高贵的Alpha,不知多少Ormega会主动送上门呢? 何况这人门语微醋,带着不慎奈凡之色。 烈焰的人,谁会是这个神色呢? 小姐姐的心里偷之乐,利索地将人入住手续半棋,递出房卡来。 狼妄鸡接过,低声道谢,搂着身边的小醉鬼,往电梯的方向走。 大堂里,灯火通明,受不了周围人奇奇怪怪的目光,狼妄鸡只好再次将人打横抱起,快步地走。 脸也不敢四处望,也不是狠抬得起头来,视线微垂,落在怀中人的脸上,好像腾挪得有些醒了,那人抬起带着红韵的脸看他,眼里水无汪汪的。 狼妄鸡正要放下他,让他自己走,那只欧米嘎却突然伸出舌尖,靠近在狼妄鸡的脖子上,湿哒哒地舔了一下。 狼妄鸡身子一抖,差点当场将他丢掉。 欧米嘎扭着将他抱得更紧,刚好电梯来了,狼妄鸡想着先进电梯再说吧。 不提防,被人又在喉结上舔了一下,所以,他倒被个小醉鬼给献轻薄了。 狼妄鸡右手一松,让人双脚落了地,站在电梯里,两只琉璃般的毛子冷冰冰地,凝人,周身如负双血。 而那只小醉鬼好似一点也不怕狼妄鸡,迷糊着眼,双手一直勾在他脖子上,不肯松开,嘴里吐着热乎乎的气息,呼吸很快。 温度很高,不停地向他身上黏。 狼妄鸡只好往身子往后退,边退边推,推不开。 欧米嘎的腰又细又软,像蛇。 乱了,乱了,电梯里有一股酒味,是从小醉鬼身上飘出来的,刚刚在车上也闻到了一点,现在却是越来越浓。 浓得狼妄鸡简直有点透不过气来。 仔细闻,酒香中还夹杂着淡淡的花蜜味道。 狼妄鸡猛然意识到,这个酒味是欧米嘎的信息素,所以他这是发情了。 摊上一只发情的欧米嘎,这恐怕是狼妄鸡小半辈子遇到的最狗血的事。 电梯门钉得开了,狼妄鸡不想再跟他磨蹭,干脆将人扛上尖头。 还好,要的是顶层的房间,相对安静,走廊上面也没人。 狼妄鸡大步走到房间门口,刷门卡,开灯,直接将人丢到床上,被子都懒得帮他盖了。 他已经被那人的信息素绕得呼吸不畅,浑身冒汗,只想快点去买一只剂来给他喝上,算是自己人之一尽。 然而,他再次没有走脱。 这周米嘎缠人的本领真是太强了,而且,当被勾着腿一起倒在床上的时候, 狼妄鸡惊恐地发现,自己竟然对这人的信息素起了反应。 场面迅速失去控制,狼妄鸡手蒙搅乱地,要推开人不安分地手, 那人却像牵手观音似的,泥便便地缠上来。 说不清,那人现在是醉着还是醒着,总之,就是一个目的,万万不肯让他走。 可怕的是,看起来瘦瘦的小青年,力气却不容小觑。 狼妄鸡并不想真心地想跟一只罪鬼打架,结果便是被人成功地压在了身下。 仿佛就要干咳而死的鱼,找到了一汪泉水。 二话没说,堵住了他的嘴。 狼妄鸡瞪大了眼睛。 二话没说,堵住了他的嘴。